27號晚間9點多 美輪地區出現一名行為詭異的男子 他手持武士刀就走在路上閒晃 讓民眾看得嚇得趕快報案 而沒想到警方把這個男子帶回派出所之後呢 他居然突然的情緒失控大搞破壞 招警方依毀損罪移送法辦 而武士刀部分還有帶送宴 令韓送給花蓮地檢署來偵辦 你那個刀子放下 你先把那邊 你先把那邊 可以可以可以 還沒有什麼期望 你先退後 男子拿著一把力氣站在警局門口 詭異行徑讓警員超無奈 已經被帶進警局了 還敢在裡面踢東西搞破壞 絲毫看不出這名男子的悔意 我們今天請你過來 是希望說我們就好好講 你剛剛沒進去 你在想什麼 失控行徑讓員警不得不將他上銬 這才安靜下來 花蓮27號晚間有民眾報案說服前路上 有一名年約40歲的男子身上持有力氣 而且還在路上閒晃 警方獲報到場後發現這名愚姓男子就站在交通隊門口 員警不停勸阻要他一同回禁區 但他不從拿著手機告訴警方要傳東西 幾分鐘過去員警實在看不下去 趕緊呵斥男子 經過一番力氣後 男子才肯乖乖跟警員走 失控行徑讓原本可以平息的事再度爆發 男子又被援警上銬強制送醫 全案依照毀損罪移送法辦 至於力氣部分仍在送宴中 另外案情將會移送華蓮地檢署偵辦 記者蔡依潔 徐立琴 華蓮報導 寵則毀損罪移 meu遺 barn 公